大家好,我是刘逸 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确实震惊了我 瑞银从今年6月份开始要大裁员了 这可是全球第一大私人银行 全球第三大资管机构 在全球金融界长期处于领导地位 我认为这个新闻非同小可 瑞银集团作为金融界的重要玩家 拥有始于1860年的悠久历史 它经历了无数风暴 完成了300多次合并与收购 成为财富管理 商业银行 资产管理和投资银行的重要参与者 截至2018年 瑞银的总资产达9585亿美元 收入为242亿美元 其资管的规模超过3万亿美金 那我们就说到说到 全球经济是否走在不稳定的道路上 像瑞银集团这样的金融巨头 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格局 这些问题在今天波动的金融世界中 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今天的全球经济正面临一系列挑战 如中东冲突和俄乌战争引起的全球市场波动 能源价格波动加剧 供应链不稳定 这些都给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蒙上阴影 此外全球化趋势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和国际合作的减少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流的放缓 这不仅影响到全球经济的活力和效率 也影响到金融机构的跨境运营和国际网络战略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下行压力 作为经济系统的生命线 金融机构高度警觉 并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风险 瑞银集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全球举措 这是对经济逆风的一种战略调整 瑞银通过缩减规模以降低运营成本和提高效率 积极调整其业务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尽管面临挑战 瑞银对中国市场的潜力保持乐观 视其为全球增长的关键引擎 瑞银集团的裁员计划证明了 其对全球经济形势的深刻理解和战略远见 面对多重挑战的全球经济 金融机构必须采用灵活的战略 以确保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和稳定性 瑞银集团的举措不仅仅是对当前形势的反应 也是为未来挑战的准备 因此在我们导航这个不确定的经济时期时 记住像瑞银这样的巨头 不仅仅是对当前情况做出反应 他们还在为未来制定战略计划 我们不仅仅是在生存 我们在适应发展 并准备在任何经济景观中茁壮成长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点个赞 加个关注 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谢谢